我可以跟大家讲 现在有很多的国际组织在心 给行动联邦的评定 在评分 就行动联邦到底 你这个组织 它不是说我们好总织 我们是灭共的最强的团体 我们一定能灭共 人家就相信的 它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西方国家 它是有个很严密的一个 评定系统 就是你行动联邦 你是给外在传绝的 你是灭共能 你是最大的团体 你是能真有能力灭共能 它要一天一天 一分一分地积累下来 是吧 你要去用事实 用行动 用持久力 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行动联邦的评分 在升高 315之前 我据说315之前是0分 315之前 315之后 我们这个分水一下子突 突飞猛进的上场 这个给大家 给我们整个联盟 给行动联邦 给所有的代友 绝对是个提示起 就是因为315 人家平定的时候 人家也是拿315做一个分水领 315之前郭县在 人家就觉得 郭县领导大家 很多时候郭县在爆料 它不能还不能完全 充分地体现 行动联邦整体的能力 但是315之后 绝对是一个充分的体现 历史的活动 为什么我们过去说 很多次活动当中 都有很多国家的组织 跟机构在现场在观摩 人家是要来看的 在实际上不是说 我们在做一个节目 我们在做个视频 人家就说你心动联邦有能力 他要到现场就看 他可能要跟我们现场 一些战友就交流 所以我们在现场的代友 每次我们都提醒大家 注意自己的形象 严形举止 因为每一个现场的人 都代表着心动联邦的形成 所以我们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评分在上升 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不要放松 因为要得到世界的 各个国家和政府机构的认可 还是一个很漫长的路 那等到真正到那一天的时候 谁都扭转不了 谁都改变不了 大家知道这个全世界 它是有一个体系在运转的 只要这个体系认可了 心动联邦组织 真正的灭工的团体的时候 谁都改变不了 所以我们每一天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甚至在农场里面 在迪士兽的群里面 在WhatsApp群里面 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你不知道你身边的谁 是可能人家就是来考察我们 不知道旁边 你在活动的旁边站的一个陌生人 他可能就是哪个机构 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要想到 我们点心动联邦的这种形象 这种评分 我们要天当家往 是吧 对 好 我就先说这些 好 谢谢